好耶又来给大家做大冒险的视频了啊 今天这个伞兵的账号并不是我自己的 是我这位叫做钟离老公的粉丝的账号啊 那为了向他借到这个账号来做视频呢 我是给他补偿了六四八 看在我那么破费的情况下 不要你们的三连了 毕竟只有六四八给我一个免费的点赞 可以不可以呢 现在这个伞兵他命之作已经是抽到六命了啊 然后武器呢也已经是晶电五阶了 但是为了给大家展示的清楚 我还是先从零命平零的先给大家开始展示 慢慢的给大家展示到六命啊 那视频的开头我先解决大家一个疑问 那就是伞兵的攻击手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他要一直使用重击的DPS高 还是要一直A的DPS高呢 我现在呢是给他带上了一个私风原点 然后圣移物带的是散劲 属性这边暴击率是完全溢出的啊 纯粹侧重击还有普通攻击之间的DPS 来 这个是纯普通攻击的一个DPS啊 一波打下来是对敌方造成的这么多伤害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只打重击 他打出来的DPS是一个怎么样的啊 来 我尽可能的快速打出这个重击啊 OK 结束了 这是纯打重击打出来的一个DPS 得出来的结论是如果你打屏A的话 他的DPS呢会比重击略高一点 但如果你打重击的话可能范围就要高一点啊 这屏幕前的你进行一个自行取舍吧 可能这个时候有的小伙伴们就会说 他还有一个冲刺能带来的伤害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他这冲刺的伤害怎么样啊 OK哎呦对不起先飞起来 这个是来冲刺的伤害才1800多 可以说这个冲刺伤害是聊胜于无了 屏幕前的你乐意冲就冲吧 反正我是一直评A的 这个冲刺伤害其实蛮低的啊 了解完他的输出手法区别之后 我们接下来正式进入他的评测部分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接下来要打的路屏的阵容搭配 目前来说散兵命之作是灵命 天赋是766啊 呃武器呢带的是精炼一阶的这个什么回忆 然后圣移物呢 目前带的是余响 呃散兵肯定是带他的专属圣移物是要更好的 但是在没有专属圣移物的情况下呢 就先带余响 如果连余响都没有就先带2加2 二峰加上二峰基地属性是这个样子的啊 啊法禄山目前法禄山天赋166命座呢 也是灵命啊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一个阵容了啊 那么这样一个平民化的阵容我们来看一下他打的输出 这个是比较平民的一个伞丁用这个阵容打出来的一个伤害啊 其实我看有人说伞丁大家都觉得他记了 我来说一个我的个人评价吧啊 我个人觉得在灵命的情况下 能打出这样一个输出呢 他不算计 刚刚那一段录品呢 虽然天赋和宁之座呢 算是比较平民的 但是武器再怎么说还是专武 我现在给他换一个比较平民的四星武器啊 我个人觉得流浪乐章比较好用 就用这个流浪乐章吧 来用流浪乐章打一波看一看我们的伞兵能打出多少的输出 OK OK 这是流浪乐章的一个伞兵 我去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总而言之 这是流浪乐章的一个伞兵 最后再踩他一球 我个人觉得也还好吧 然后我这边这个流浪乐章呢 等级是70级还没有拉到90级呢 相当于这就是一个纯平民的伞兵阵容的一个输出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满意不满意啊 接下来说一下伞兵的配对如何配啊 配对伞兵的阵容里面是一定要加一个法路杉的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这一期视频啊 灵命的法路杉可以直接拔高伞兵1.5倍的输出 六命直接拔高两倍输出 伞兵的阵容里面一定要带一个法路杉 这是固定的 剩下的嘛 你就随随便便上你想要上的辅助角色就完事了啊 比方说刚刚的那个飞谢尔你可以给他换成班尼特 换完班尼特之后 伞兵还能给自己染一个火是吧 染完火之后 自己的那个攻击力还会提升啊什么的 反正另外两个辅助角色 你就随便带就完事了 我这边上一个行秋班尼特的阵容给大家试一试啊 天宁 我这有没有染到火 不管有没有染到火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输出啊 我大招都没开 直接就把boss给带走了 其实在我心目当中啊 灵命平民散兵的一个输出 虽然达不到万达或者夜兰那种顶级的吧 但是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近啊 我感觉呃有一个T1的水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况且我现在剩一物还不是专属剩一物呢 而且我天赋由于材料的问题 我天赋不能再往上拉了 天赋在往上拉呃 剩一物再刷专属剩一物呢 散兵的输出应该会更加的高一点 这就是我对灵命散兵的输出能力的一个评价 说完了散兵的输出能力 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优缺点啊 它的优点就是 在大世界里确实体验非常的不错啊 反正你有了散兵之后 你基本上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小飞机了 没啥问题啊 不过你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小飞机啊 它使用那种向上攀升或者使用冲刺呢 它这个空击力就会下降的比较快啊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那我这边使用冲刺的情况下 空击力很快就消耗完了 然后我现在使用向上攀升 可以发现啊 向上攀升空击力也是掉的非常非常的快的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如果要用散兵开飞机的话 你就像这样心平气和的开啊 这样的话是最舒服的 接下来再说一下它的第二个 我个人认为算是缺点的地方啊 那就是它虽然是风系角色 但是目前看来它的巨怪能力很一般 那我就算用这一个重击啊 这个范围呢也是比较一般的 你要怎么解决这个巨怪的问题呢 在我这里就是把你的另外两个辅助角色 换成冰冻就完事了 只要用散兵把它们全部都冻住 这个巨怪体验就还挺不错的 来我给大家试一试啊 那不管是重击也好 还是普通攻击也好 这个在冰冻的加持下 它的巨怪能力就显得比较不错了 同时散兵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啊 那就是它的这一个染色机制 你要观察怪物头上有元素 或者自己身上有元素啊 有了元素之后才会对散兵进行一个染色 比方说我现在用巴尼特点赞 然后切出伞兵来 立刻一技能 这样并没有染色成功 那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你切出来的时候 它并没有染上火 你要等它染上火之后 这个染色才会染色成功 所以你在游玩伞兵的过程中 你要注意着一点自己身上有没有元素 或者敌人身上有没有元素啊 就不能瞎玩 给灵命的平民散兵的强度做一个总结吧 在输出层面 在法陆山的辅助之下呢 散兵差不多能达到一个T1左右的一个输出强度啊 然后呢 它的大世界体验呢 相当于是一个T0的体验 如果你是一个开荒的玩家 是一个开荒的新手 需要大量的爬山 爬墙 或者说飞天 或者什么的 选一个散兵来说 对你大世界开荒的体验应该是不错的 这就是灵命散兵的 我个人的一个强度总结 说完的灵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命之作的性价比怎么样啊 一命是什么呢 一命是可以提升普攻的攻击速度 还有它的冲刺能额外造成25%的攻击力伤害 一命其实肉眼可见提升的较小 二命是什么呢 二命是可以在开启一技能之后 你的大招就会有一个伤害提升 如果你的空击力和空击力上限的差值越多提升的越多 相当于就是什么 相当于就是你空击力快用完的时候再使用大招 这样一个意思 现在我的伞兵是二命了啊 然后我对应法路上也点一个二命吧 我试一试这个二命伞兵 能不能打出一个不错的出出 来 来 把路上先开大 把尼特 伞兵 燃烧火之后 再使用这一个一技能 这样的话就能施高最高的出出 最后我再踩他一球 这就是二命伞兵的一个表现 我个人觉得算是一个 呃就是一个标准的另做提升吧 他的提升呢 呃不是很高 也不是很低 非常非常的标准 最后的最后 六命 五精炼啊 然后法路山这边呢 也达到了六命啊 相当于是一个目前来说散兵的全服顶配阵容了 虽然专属圣营物还没有刷好啊 但大家凑合着看一下六命散兵的一个表现吧 哎 嘴巴 啊 冰切出来 啊 我这伞兵染上火没有啊 哈哈哈哈 但是 呃 不管怎么样啊 不管有没有燃火 这六命伞兵的提升 确实是肉眼可见的 用他来打一场深渊试一试啊 哎 OK 这是六命伞兵在深渊里的一个表现 有了六命法路山的西怪之后 伞兵自己的西怪好像也不怎么成问题了 而且六命伞兵的这个浮空 浮的实在是太长了 这个时间因为六命他提升这个空拘力嘛 是这样的啊 来 最后 等一下 不过论顺时输出能力呢 确实比起那种顶配的阵容还是差着那么一点意思 但是玩着呢 舒服还是相当舒服的啊 这个就是伞兵这个英雄的一个具体表现了 最后做一个最终总结啊 大世界的体验呢 是T0 然后零命的那个输出能力在T1左右 呃 六命就命之座的提升呢 算是一个稳步提升 总而言之 要论输出呢 基本上就保持在T1这样一个提队啊 希望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 每个人都能一发入魂 再见